揮舞金黃大旗 激昂旋律 響徹體育館 這一個個身穿翠綠色服裝的 就是被封為翡翠騎士 農大二高的學生們 而這精彩的表演再過沒多久 就能在台灣國慶大典上看到 不管是灌籃高手還是櫻桃小丸子 朗朗上口的動漫主題曲 都是此型特別為台灣準備的表演曲目 翡翠騎士首次來台演出 日本學生們對台灣美食也很好奇 這群翡翠騎士來頭可不小 曾拿下日本多項比賽大獎 包含第五十屆催中月獻大會 精賞更是日本群馬獻第一所在同年 榮獲兩座全國性大賽精賞的學校 邀請日本頂尖的高校催奏樂部來台灣做演出 那也透過這個過程讓他們跟不同的 台灣的學校做交流 翡翠騎士接棒橘色惡魔 今年將以一百四十八人的編製盛大來台 預計在十月八號高雄搶先演出 期望今年這股翡翠旋風在國慶日上 交織出不同凡響的音樂盛宴 三立新聞張一鳴胡佳珍日本採訪報導 如果受騙者的發青